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0月11日 星期三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業話 先講講再有連鎖餐廳以此是全線結業 據報竟然有食客買了很多禮券都未用 最新的情況如何 亦側面反映香港的經濟情況 另一邊也講講香港各大的奇聞怪事 話說有個外籍女子突然在港鐵倒吊 為何會倒吊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 先提提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網媒新假期的最新報道 一團豬手專門店疑似全線結業 網民就說很多禮券都未用 恐怕墮進套票大騙案 報道的內民提到 是不是豬手套票大騙案 話說一團豬手專門店疑似全線結業 有網友申訴 就說之前買了一團的禮券過後 才發現他的店最近已經全線結業 原本主打親民駕局豬手的一團豬手專門店 在幾個月前開始陸續倒閉 而客人所買到的現金禮券就化為烏有 餐廳倒閉之前也未有通知客人退錢 或提供可行方案的安排 而官方專頁亦沒有公佈交代有關的消息 以上來自網媒新假期的最新報道 這間餐廳本身也有很多間分店 突然之間顯示全線結業 結果有很多人就說買了禮券 因為之前買下打算灑後用 怎料最新的情況有機會墮進套票大騙案 事件剛剛發生 未知接下來的下文如何 相關那間餐廳的官方網站也未有回應 這個情況也不是第一次 近年香港越來越多一些連鎖餐廳一口氣結業 今次這間一團豬手專門店 據報也有很多分店 沙田有 接著九龍灣也有 元朗也有 結果全部一口氣就倒閉了 不知各位網友怎樣看 亦都不知大家能否留意到這間餐廳的本身 劉國賢說說 這個或者也側面反映香港的經濟狀態 另外也說說這單怪文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雙腳踏難倒吊 路底走光都還這樣做 旁邊的乘客看得呆了 話說外籍女子港鐵倒吊的影片封存 網友批評真是擾民 報導機內文看到 乘搭港鐵要注意自身行為 本港網絡封存一段外國人 在港鐵車廂倒吊的影片 見到有個外國女子仿余體操選手 雙腿卡在扶手橫上方的欄杆 空隙的位置倒吊搖擺 更加因此走光 而旁邊的外國女子幫忙遮掩 影片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有人批評女子的行為離譜 騷擾其他乘客 亦有網友指 類似的行為時有發生 有笑言拍攝者的拍攝技巧有待改進 等等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無緣無故在港鐵倒吊 嚇死人嗎 結果有人拍下了 然後寫了上網成為熱話 不過網友笑言時有發生 不過拍攝那個人的拍攝技巧 看來有待改善 另外亦講講這件消息 來自Yahoo新聞的報導 深水埗有個9歲的小學生發難渣踢箱女教師的手臂 話說有關的新聞也是轉載於AM730 話說深水埗有一間小學是發生了小學生踢箱教師的案件 在星期二10月10日下午警方接報 深水埗心旺度1801號的一間小學 發生一名老師報稱被小學生踢箱 據了解該名學生9歲初步懷疑精神出現異常感 以上來自Yahoo新聞也是AM730的報導 據報有個9歲的小學生發難渣踢箱女教師的手臂 事件有待了解 據報學生和老師一併送到名外醫院治理 另外也說說這件事 有關洪惠文生日宴的案件 被告黃絲瓦涉及虛報行蹤 張竹君出庭作證 指黃絲瓦遭到追問之下曾經改行蹤 已經提醒過對方 若然說謊的話 可能會有法律責任 來自Yahoo新聞的報導 亦來自NOW新聞台的報導 前港區人大代表洪惠文 去年疫情期間舉辦生日派對 其中一名出席者黃絲瓦 染疫過後 涉嫌向衛生署 虛報行蹤 案件在九龍城裁判法院續審 案情指37歲的被告黃絲瓦 涉嫌在去年一月 向衛生署俄清 由住所出發前往生日派對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出庭作弓 指曾經致電 親自致電被告 說對方當時說獨自從住所出發 到場過後一直有戴口罩 追問下就說曾經拉低口罩喝水 第二天又改清 當日中午曾經回辦公室 再到商場買禮物 之後又再派對 簡單來說 前後兩天的說法都不同 以上來自NOW新聞報道 亦是20號新聞的轉載 說今日相關的案件是續審的 最新情況是黃絲瓦兩天的說法都不同 張竹君親自打過電話給他 亦提醒對方若然說謊的話 有機會是有法律的責任 不過結果這個人也是前後兩天前言不對後語 結果有關的案件繼續審理當中 很久都沒有見過張竹君 張竹君出庭作弓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由麻地水煙儲存倉地鋪起火 近80位酒店住客要疏散 報導的內文提到 由麻地發生火警 今日10月11日凌晨3時多 消防接獲多宗報案 指仲方街近廟街一間地鋪無煙起火 救援人員接報到場 發現一間不夠30呎的地鋪無煙 樓上一間酒店約80位住客由消防員協助之下疏散 當中包括一批內地交流生 部分人身穿睡衣逃生 消防動用一條喉和一隊煙舞隊灌勾 其後將火救息 人員在店舖裡搬出一批疑似水煙的貨物 經初步調查 相信火警由電線短路引起 起火原因無可疑惑 現場消息說攝氏地鋪是一個貨倉 主要是儲存水煙和其他周邊產品 店主在附近售賣水煙用品 起火地鋪用作儲物之用 逃生的內地交流生是碩士生 分別在香港城市大學、浸會大學、理工大學和都會大學就讀和交流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突然間走火警 酒店的近80位住客都要疏散 據了解當中包括一批內地交流生 幸好人沒事 最重要的 起火原因無可疑 另外亦說過這宗內地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網傳有個十方的老翁參加婚宴 明明已經給了3萬元的人情 疑似遭到外生歧視 被迫單獨自己一個草 吃那些吃剩的菜 報道機內文提到 結婚是人生大事 不少親朋戚友都會想到場祝賀 衛生人送上祝福 內地流傳一條影片 顯示一名依靠十方衛生的老翁參加外生的婚宴 雖然他的經濟比較結局 但仍然拿出多年的積蓄 封了3萬元人仔的禮金到賀 但外生疑似嫌棄 舅父是十方老翁的身份 竟然安排他自己一個坐一台 然後拿一些吃剩的飯 吃剩的菜 老翁唯有默默進食 引來值得其他奔俠 涉涉私語 批評新郎的做法過分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亦都是內地的熱話 結果寫了上網 這個外生 即是說你真是沒有人性 話說這個內地人結婚 見到他的舅父來了 舅父是十方的老翁來的 儘管如此 給了3萬元人情過你 你竟然叫他自己一個坐開 還要吃剩那些 就是別人吃剩的菜 飯等等 結果事件寫了上網 即是說內地的熱話 真是無奇不有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